为应对极端天气影响,纽约州长霍楚27日宣布,已发放1亿元资金为州内的公路重新铺设。 此外,纽约州获得近2400万元的联邦资金,已加强州内电网。 该笔资金支持全州66个地点的重新铺设项目。 总计近568英里的路面,当中南部地区获得最多的1950万元,其次为中哈德逊地区获得1740万元。 此外,长岛地区获得800万元,用于重新铺设南部州立高速公路,位于苏福县32号到39号出口的路面。 纽约市地区也获得400万元,已重新铺设大中央快速路。 华后区缅街至168街的路段。 霍楚说,从毁灭性的暴风雪到历史性的洪水,纽约人生活在一个创纪录天气事件发生的时代, 使州内许多道路需要维修。 资金将延长全州数十条道路的使用寿命, 使道路在面对未来的极端天气条件时更具有弹性。 霍楚同时宣布,纽约州获得近2400万元联邦资金, 用于加强州内电网并使其现代化,以减少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拨款将为纽约计划提供支持,确保电力部门基础设施的可靠性, 以及纽约人获得可负担的清洁电力。 为打击市内非法及无牌烟店的扩散, 纽约市长亚当斯周一宣布,将向相关房东和业主发出警告, 并可能会驱逐和罚款。 新措施建立在亚当斯政府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埃荣, 其他地方执法部门和民选官员的合作基础上, 以打击曼哈顿非法烟店的兴起。 现在计划已经扩大到全市范围, 主要针对市府以采取执法行动以及发布违规行为地点的房东和业主, 打击非法烟店。 纽约市治安关办公室联合合规工作小组, 已向五个行政区、50栋建筑物的房东和业主发出了信函, 警告他们可能因租户继续无证销售大麻或者烟草产品而承担法律责任。 如被驱逐、罚款和其他处罚。 新闻稿说,光是这50个地点, 特别工作组就已经处以超过700万元罚款, 包括查货估计390万元的非法产品, 以及另外近320万元的民事罚款。 亚当斯说,市府正在利用一切的可用工具来保护年轻人和所有纽约人免受危险、 非法大麻和烟草产品的侵害,同时发出明确信息, 任何帮助社区内非法、无牌商店的人都将被追究责任。 布朗市三人在一栋公寓大楼内被发现身亡, 死者中包括一名男孩。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案件,暂时没有任何人被捕。 纽约市警说,当局于周日早上6点40分左右接报说, 布朗市的莫特黑文区东136街、674号的一栋公寓大楼内有人受伤。 当警员赶到时,他们在一楼的走廊内发现了38岁的男子李维拉, 浑身是血,身上有多处刀伤。 而在同一楼层的公寓内,警方发现, 李维拉的33岁女友佩拉尔塔和两人的5岁儿子凯登, 两人都已经失去意识,三人在现场被急救人员宣布死亡。 有邻居说,三人居住在同一公寓内,一向独来独往, 但都很善良,并经常前往楼下的熟食店。 熟食店的老板阿里形容,三人都非常友善, 几乎每天早上都看到佩拉尔塔送凯登上学去, 李维拉也会到店内购买咖啡。 目前,法医正在确定三人的死因, 警方将案件列为三重凶杀案进行调查, 并以锁定两人的一名亲戚为嫌疑人, 但尚未有任何人被捕。 据中央公园保护协会说, 中央公园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工桥将关闭进行整修直到明年。 协会周一在社交媒体X贴文中宣布, 这座标志性桥梁从即日起开始关闭, 并进行维修工程, 以便工人可以更换桥上的木甲板, 翻修预计将于明年1月完成。 这意味着, 节日期间到访纽约市的游客将无法在公桥上打卡拍照留念。 根据中央公园网站的介绍, 这座维多利亚时代的桥梁建于1862年, 全长60英尺, 横跨中央公园湖, 连接樱桃山和漫步区。 协会形容, 公桥是中央公园最具代表性的和被拍照最多的景点之一, 是求婚、初吻或者拍摄第五大道天际县美景的热门景点。 协会此前在10月初宣布, 公园的大草坪在年度全球公民节期间遭受广泛破坏之后, 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保持关闭, 并预计于明年春天重新开放。 一位发言人当时在一份审问中说, 协会对于标志性的大草坪关闭, 以及纽约人无法享受公园感到非常失望, 强调团队现在正在努力地修复草坪, 希望能在春天重新开放。